這裏是雍盛商場 這次又走到雍盛廣街雍盛商場 剛剛走完華明 等過綠燈 兼借過廁所 今天也走過很多粉嶺的村落 看看這裏的變化 這裏也曾經來過 有時會借到小巴站 裏面的小巴站可以去聯和區那裏 鏡頭很棒 這裏有個雍盛街市 都很方便 華明現在有個街市 雍盛現在又有個街市 街市多個爆炸 進去看看 這裏是鮮匯市場雍盛 我感覺上沒有華明的場景 那裏也可以進去 不用量體溫 燒尾店 剛剛才走完沒多久 華明也有個漂亮街市 但是為了拍一拍這裏 雍盛的紋身情況 那我也要 以心犯險 雙縣河28 看這裏 哇,還有20多元那裏 通常是街市才找到 雜貨店 就是華明那裏 這裏是傳統街市 很快地繞個圈說數 這個就不仔細看了 因為都不靚 很直接不靚 不靚 不靚 說完 不靚 不靚 說完 這裏是小的 是小的 是小街市 大多東西都齊了 菜呀 魚呀 肉呀 一應俱全 在這裏出口 好 好 拍完走人 最主要是拍一個商場 還有拍一些屋邨 各個模樣 這裏是雍盛人 很漂亮雍盛人的生活 很方便 又是樓下街市 有些水電 兩餐飯 又是很便宜的 兩餐飯 25元 很漂亮 這裏是很便宜的 很漂亮 很漂亮 這裏是很便宜的 因為是舊的 因為是舊的 不是很便宜的 香港 相對 其他先進國家 算便宜的 這裏是很便宜的 不過也不錯 這裏是雍盛商場 不是雍盛商場 有人借個廁所用 左手邊廁所 這裏有間玩具 右手邊 精品玩具店 這裏是很小的 這裏是一樓的位置 點心 百匯小品 和銀龍 左手邊 這裏是正門 舌粉 豐原食品 寶月文具 這裏是雍盛商場 這裏是雍盛商場 CSS Counter 日本城,萬寧,應該很小的東西就這樣結束了,那我上去吧 商場行太多,反而我想出去再拍一拍環境 先拍這個位置 再拍一拍雍城屋邨的感覺 都很完整,整個雍城都拍完了 雍城其實很入行的,因為坐巴士會方便 但如果火車來,就要走三個字,才能入到雍城 補習寫 大家落 盤塞798 起 現在很多盤塞推出,是否穩定 超市 二樓 下去拍多一點 好笑 下去屋邨位 研究一下屋邨有什麼特別 今天有網友拍到澳洲的情況 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你在英國拍英國 澳洲拍澳洲的,當然 那這個地方 我想用回當地的語言會比較好 網友說,嘗試用廣東話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因為我只是計算受眾 稍後再說 好,這裡就是整個雍城 大廈很高 這些樓宇很高 應該是屋屋來的 比較年輕的 香港隨處可見 這些高樓大廈 香港隨處可見 這些高樓大廈 後面就是這樣 Circle K 小巴站 這個位置 說回YouTube製作心得 譬如,我們計算受眾 譬如我們香港頂盡一千萬 為什麼一千萬呢? 因為有些華僑 過了外國 有幾百萬,一千萬 你只能夠服一千萬人 譬如你拍澳洲的影片 你用英文 你就是服澳洲 澳洲幾人 一億 幾千萬 不知道有沒有幾千萬 還是一億 英國六千萬 你拍英國影片 當然用英文 英文理論上 就是 會比較好 受眾會比較大 容易遇到受眾 觀眾 遇到觀眾 當然未必 有時候未必 有時候可能會遇到廣東話 才會遇到別人 就是這樣 有個網友用廣東話 介紹澳洲的China Town 也不錯 希望我先看 哈哈哈哈 但是如果你說服澳洲人 應該用英文 理論上的影片 就比較多人看 我這樣想 也歡迎大家 例如有些影片 文字 圖片 分享 在VV Group 放下來 大家去建造一個 創作的連儂牆 大廈這樣 沒什麼特別 啊 啊 雍成縣 失望 十分鐘都走完 一輪車場 浪費氣 以為找到一些特別的地方 很漂亮 很特別 特別就沒有了 看看裡面是什麼 名字又改得很漂亮 這個就是 雍匯國 看看有沒有避景 沒有就算了 但是很漂亮啊 背後座山 哇 看到座山 很少見的 背後座山 背山 座山也挺大的 很頹廢的公園 屋村公園 唉 清靜 我想這裡的好處就是 翁城縣 就好 雨勢無爭 前面有個球場 就這樣吧 這樣也沒什麼特別 球場也不開 基本上也不可以玩了 已經鎖了 那邊就悶了 這邊就悶了 那邊就悶了 算了 哇 很高啊 三四十年 三十年左右 這些扭力 就這樣感覺到 這裡是一個 加速 唉 沒有東西看的 純粹一個 公園 普通 不然 後面真的是 山 一個位置山 那就照舊了 很多單車 我們九龍 很少見到單車 其實 都翻轉 只是單車場 譬如我們 九龍城寨公園 駕兵達道公園 很少人踏單車 很少人踏單車 實在 太多人太壞了 這個公園也挺大 看不看就算 唉 很大 但是建築就不漂亮 劉國昕 劉國昏 文建聯地盤 難道是 藍絲之地 難道是 很特別 對面就有個中學 叫做 朱素華紀念中學 就這樣 沒有了 盡頭了 先拍照 整個雍盛的情況 多謝收看